有趣的 里面提供给我们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服务 它其实就是把网站变成一个APP的过程 那里面比如说GetStart 那我们刚刚讲过 不过我之前那个画面好像它又有一些update 它一样是一个 然后呢最大的APP的size 50Mbps 不过理论上要50Mbps这么大 应该不太可能 像我们的刚刚那个李白 里面图档还蛮多 大概顶多1Mbps而已 所以应该理论上不会超过 可是它一个比较大的部分 就是说它不能够update一个 upload一个什么 这个什么 プログイン プログイン其实就是外挂 那所谓外挂功能的话 它就没有办法让你去使用 那有哪一些外挂的功能 其实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看一下这个プログイン 实际上呢就是说 可以再让你的那个APP 增加一些其他的功能 那这个其他功能包含 比如像什么Wi-Fi 或者是GPS 或者是一些像硬体的控制 不过这个部分的话 我想目前我们应该是用不太到 还有什么 电池的状态 照相机 联络人 还有等等什么 像Dialog 这个可能就跳出一个什么 推波讯息 或者档案 档案的传送 或者是什么 GGO 这个是GPS的定位 还有网路等等 这些啦 那理论上它可以借由什么 这些可以达到手机 不过目前这个我想应该还是比较进阶的功能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再了解一下 它目前这个网站 它只有资源好像是集中语系吧 包含是英文跟日文吧 好像还有什么 这个英格里学 它有个法文 但没有中文 所以理论上 你要了解里面的内容 可能还是最好的 还是只能用英文 所以有些比较新的技术 恐怕英文还是要稍微好一些些 那一样是登录 我刚刚是一个Adobe ID 把它登录进来 那一样就可以把它做 这个上传的动作 那我们刚刚已经下载了两个 就是利用它 但是特别是那个QR Code 如果你更新完之后 它就会消失了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 希望它永久性可以保存的话 那我们基本上习惯会用什么 用我们的云端硬碟来代替 那可是云端硬碟里面 我把它传到哪里 传到Delete里面好了 OK 那Delete里面的话 也许我新增按右键 新增一个资料夹 资料夹也许是放我们那个APP 比如说APP就放在这边 那你们可以找一个资料夹放 把它放在APP里面 然后呢 再来把刚刚的那两个APP 把它上传 习惯也是按右键 所以云端硬碟的使用 我是建议你可以熟悉 因为云端硬碟 真的还蛮好用的 我大部分东西都把它全部放在 这个云端上 那好处就是说呢 它将来要分享 其实也非常简单 或者是说即便我在手机上 我要安装这些APP 如果有把它传到云端 也可以直接从手机上找到 那我上传 记得先在云端上 建立一个新的资料夹 再利用按右键上传那些档案 那我们有两个 你可以怎么样 选择上传按右键 或者用拖拉也可以 找到我们的低碟底下 会有两个那个APK 不我们下载应该不是在低碟 应该在哪里 下载 所以你可以从下载里面找到 这一个跟这一个 这两个APK 你把它开启 这个时候呢 那我们这两个APP 就APK档 就会被我们上传 那可是问题呢 别人如果要使用这个APK的话 那你可以怎么样 把它分享给他 按右键 共用就可以了 共用的话呢 有几个方法 他那边有什么 可以直接把他的 email信箱加进来 他当然也可以通知他说 你有个连结 他的手机呢 也可以直接用email的方式去安装 就是连结 那个档案会下载 就也可以不用扫QR Code 但是如果你希望让他比较方便的话 一请各位注意 你可以直接开启这个连结 记得按右键 我一般要分享这个档案的话 按右键有个共用 共用之后的话呢 记得开启共用设定 这个地方记得把它打开 因为预设是没办法共用的 共用一下 那上面这个共用呢 是跟每一个人共用 可是如果说你不是跟每个人共用的话 你就是把它关闭 然后呢 如果要跟某一个人的话 那你就是直接从这个地方输入个mail就好了 某一个人哦 那个人的话收到他就可以从他的手机里面去做安装 如果是你要跟全部人共用的话 你就开启 开启之后的话 底下呢 就会产生一个什么 一个网址 这一串网址当然呢 如果你给人家 请人家直接要输入 恐怕还是有个问题 我们前面讲过 你可以怎么 把它复制 复制之后呢 再开启一个连结 新的分页 把它什么 goo.gl goo.gl ok 到这边做什么呢 把刚刚的这个连结 特别注意哦 贴到那个goo.gl这边 shuten一下 这个时候呢 它会产生一个短网址 不过我们其实重点不在短网址 我们重点应该是在什么呢 QR Code 所以你这边有个QR Code 那今天的练习作业 就是怎么样 你给我两个APK档 跟两个什么呢 两个这个QR Code 所以你把这个QR Code 另存连结为 那我一样放在哪里呢 干脆放在下载旁边 下载这边 这个QR Code指的是 102APP的什么呢 的那个 它应该档案应该是PNG 所以呢 你存档之后的话呢 它就会放在哪里呢 放在这边 APK跟PNG 有没有 所以呢 这个是一对 把它放一起 所以今天呢 主要如果你们练习的话 就是帮我产生一个APK 一个PNG 那这个PNG呢 就是它的什么呢 它的QR Code 那也就是我扫它 对不对 手机一样 会跳到什么画面呢 跳到云端那个画面 你只要怎么样呢 点击下载 它一样会下载到哪里呢 下载到你的手机 那你只要把它开起来 它就安装了 所以基本上呢 流程都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也可不可以开 其实理论上应该也OK 你们可以试着扫扫看 理论上 假设我今天 我现在怎么样 去用我的QR Code 那个扫描 不过特别注意 你们刚刚同学有扫 结果没办法安装 应该是那个QR Code 扫描器 那个APP有问题 你就重新装一个吧 这个时候 它会跳出那个 有QR Code连结 所以你把它点下去 它会提示 你用什么方式下载 特别注意 记得 你就选一个浏览器 或者是选一个 可以下载的一个 那个APP 然后呢 它会连到 这个网址之后 你就点选下载 这个时候 它就帮你开起来 就可以怎么样 把它开启 开启 就完成安装 所以利用这样的方式 可以取代什么 取代那个Adobe上面 它这边只能够 下载一个的问题 刚刚有同学问说 那这可不可以用 这边的QR Code 我不建议 因为那个QR Code 你删掉就不见了 那你等于给我那个QR Code 我一扫会发现什么 找不到档案的问题 所以特别注意 请各位利用什么 云端 OK 所以这边的话 完成一个 再换下一个 记得哦 李白这里也在按右键 共用 特别注意哦 把这个档案共用给我 然后呢 记得按右键共用 关键在这个 开启连接共用这里 它会帮你产生 这个档案的连接 那这个档案连接太长了 所以一样 把它贴到 go.gl里面 shooter一下 然后呢 帮我产生QR Code 把这个QR Code 按右键 下载这个连接 有没有 你把它另存 按右键 另存图档 然后名称的话呢 就是改成那个 PNG档 就完成 所以今天理论上 你应该会有 四个档案要绞交 所以另存图档 那这个的话呢 应该叫做 李白的 李白的PNG PNG 所以基本上的话 那我会希望看到的就是 这个不用 再把它删掉 所以将来的话 你们就教这四个东西 今天的练习大概就这样子 OK 画面先 还给各位一下 应该没问题吧 只要这样做完了 大概就大功告 往后呢 我们只要 做出来的那个网站 实际上都可以变成APP 你也可以全部都装在你的手机里面 所以建议以后 可以把很多东西都装在你的手机上面 所以你的手机上面会有一个一个一个的图示 都是你自己写出来APP 所以以后你也可以甚至什么 你要不要这个学习的办法 什么资料 你也可以帮他整理出来 甚至一个笔记吧 你也可以什么 什么什么文学史课程笔记的APP 感觉还蛮棒的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试着就是说可以撰写一些你个别的APP 那这个部分的话 当然我也建议你在履历表上面呢 你将来这边有高年级同学 你也可以怎么样 制作那个什么你毕业时候的履历表 你也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做 那这个APP就会装在对方的那个手机里面 当然也会增加他对你的印象 我想应该被录取的机会相对的也会高很多 那还有就是说你们毕业的那个专题制作 其实也是一样 我讲过了 你如果说有一些要让人家前置 先了解你这个专题里面的一些内容 最好的方式 我觉得还是用那个什么QR Code加一个APP 为什么因为人家可以随时可以查看你的专题的内容 相信会比你用各种方式形式来呈现 我觉得来的更方便 因为真的现在很多展场一定都有QR Code 一定都有APP 这个已经是趋势了 所以如果你有具备这样的能力的话 很多地方其实都可以派上用场 请各位试一下